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我们的标题是F91 新鲜滚热 首先要打开这盒子看看情况 那车的有点凝联 帮人弄了一点点 只是确实实 几小时 帮人弄了头 它弄了头 弄了头 糟了 首先我们看看里面的板件 首先移住这里 这次2.0的版本 盒子很大 我们就拿出一些片 其实件来说不是很大量 因为我记得我多年砌1.0 反而件会多一点点 又目测以前的版件 看得到 它和1.0的版本分别 就是没有了 好像散花的那一种 花台的模式 其他部件看下去 因为当年1.0的时候 很多人说它少了用PC胶的关节 它的骨架是沒有PC膠的 這次也是沒有PC膠的 也沒有PC膠的 你們拿一個Menu給別人看看 Menu在那邊,你拿給別人看看 我記得當年一卷零砌的時間 其實已經是很少無符的地方 沒有什麼地方要補夾口 這次這盒出的東西是只有15版件 但問題是在15版件裡面 起碼有五版件已經是小件數的版件 小件數是開心的 好,特別的地方是 當年1點來的時間 主要是玩設計和關節 今次的經歷是什麼 今次的經歷就是修身修場 還有一件事,大家看 著燈 沒錯,今次是玩燈的 好,現在已經看完了 大家都很想看這件件的成品是怎樣的 我們今次就要做一次破天荒的魔術 沒錯 首先我們要做魔術之前 我們要把東西放回上面才行 好了,大家不要學 說一下公眾 這是很危險的東西 真的很危險 首先,為何要做魔術的方法 很簡單 首先就放在這裡 沒錯 然後在這裡 變成這樣 然後一洗出來之後 拿去之後 拿去拿去 沒錯 看就怎樣 看到了 撞完 砌完了 喂,你變得差了一點 為什麼你避忘了這些東西 你避忘了嗎 保持完汁完美 這個呢 就是傳說中不用變 要換形形的頭 怎樣換樣化呢? 在這裡看到嘴 沒錯 主要的換方法就是 把頭的手 嘴唇和眼睛 拆下來 再放上去 這個頭的手 我示範一下就可以了 總之呢 要這樣套出來 有兩個樣子 那你要把 嘴唇 和眼睛 這樣套出來 這個是剛才的樣子 這個是什麼樣子 這個是他開完質量殘障之後 他要做一個散熱程序 他會把身邊的散熱系統 全部打開出來 把機銀的熱力 全部散出來 因為那時候 他裏面的設定是說 當他做到很高速的時候 他會做到很多殘障 因為其實他會把身上 外殼上的金屬 打掉下來 變成對方的雷達會 detect到很多實質的 身影在這裡 俗稱是質量殘障 不過他的缺點是 他越開得多 殘障 那些裝甲是越來越薄的 而且他也會跟回 一比一百的女主角 在這裡 是男主角嗎 是長頭髮的 近一點 麻煩 近一點 大家看到 為什麼會有兩個頭 就是因為這個 你剛才說過 要換件是換樣 而這個頭 就不用換件 就這樣變樣 怎樣不用變 大家看著我 把頭髮拿出來 我們首先 開面罩 這個就是剛才 說美質量層 正常的樣子 怎樣變呢 將這個面罩 這樣向後移動 它有點像獨角獸 那種做法 對 然後這樣就可以變回 這個未變好 這樣就變回 就像剛才那種 兩個對比 其實分辨不大 但如果你看看後面 就有少許分別 就是因為這裡多了些機關 所以才會這樣 它的原理 你說得對 是跟獨角獸差不多 對 屈上去 屈上去 不過獨角獸 那個就是 把樣子向上推 這個就是直接把面罩 左右 對 那我插頭上去 我們又會發覺 還有它這次的機率 就是在燈那裡 那燈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要跟大家說聲 你們做這個燈的效果 那段時間 另外要買開一個燈箱位 我們讓大家看看 對了 你遮住的價錢 沒錯 你們不要想著 是用回以前的燈 是要用回這個 還有一個新的系統 這個其實都多用 我們也看回這個 剛剛整熄了燈 就來給大家看 它的效果 你看到背部有燈 還有深刻的細熱 流深番其實都有燈 嗯 那個 很細 但因為它做了機關 它這次的頭就不做燈 沒錯 但它這次的效果很漂亮 出來的光度也很高 好了 好 好了 我們又關掉 武器也很好 不是 武器也很多 差不多 那個動畫裡面 有的武器都已經齊了 有炮 有護槍 是啊 有光劍 還有光盾 其實你看看動畫那段時間 有些設定 它都沒有帶出來 是什麼設定 是嗎 你有沒有發現 手這個位置 其實這裏沒有一個位置 原則上應該是一把被刀 它這個盾可以做到一個位置 變成一把被劍走出來 竟然是這樣 沒有用到 它的盾其實都沒有用到很多 它右手邊的士兵 它用來扔在外面 阻止飛彈 都是這樣 它沒有用得很久 因為始終是一部電影 剛才的魔法就這樣改完 兩個機關 首先大家看看 左手 就是有光盾 右手沒有東西的 好像如前一樣 然後我們看看機關 其實它最主要就是 這裡這樣開 就是有兩把光劍 然後這裡呢 士啤盾 士啤盾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這樣彈出來 就有個盾 可以掉出來的 哎呀 可以掉出來的 其實跟當年 可以掉出來 其實跟當年 一比 初五1.0那個做 設定打設計很相似的 是啊 但盾出來的位置 就比 1.0的美好多 多了很多細節的位置 沒錯 那你不如瘦品液 讓人來看看 這個其實容易 當年1.0 因為它是連動 對 因為它是連動 對 當年1.0那個 會發出來 對 對 會發出來 好 後來呢 我們先把這支大砲 拆出來 還有呢 它這次呢 它這個設計挺有趣的 就是你們留意左邊 左右空呢 這個是灰色的格 其實呢 它是給這個炮 可以有一個滑動裝置 這樣去前推 其實這樣挺過癮的 但是少不了 它的炮都是可以這樣開出來的 不過小心一點就是 如果這個波動裝 其實都少去疏 還有呢 我研究一下 為什麼它這次會出2.0呢 我發覺它有一個項目 大家去看看 因為呢 Metal Build 不是出了一些輔助員 那些輔助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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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懷疑 它有機會 遲些會出 那些輔助員 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因為呢 當日這些位置 那段時間 V1 是幾死的 插毒的機會很低 你會發覺 它有很多位置 是預料你可能會輔助 上去的 那這支冰炮 其實都多了很多位置 那之前舊版本 這個位置實在是實 它這次還有一個互動關節 是有些位置走出來 鬆鬆地 還有它做出來 有很多吸上去 那你說那個 夾口多不多 但是這次這個夾口 我接受 又不是很多 很容易處理 有些位置 它都是做了一些坑的鞋 讓你避開 還有這個是一個蛋夾 可以拉出來的 這個蛋 是的 拉出來看看 這樣拉 嗯 是啊 還有其實這次 這隻2.0版本 可能它融合新技術 其實我砌下去 沒什麼水口很容易開 是嗎 除了你剛剛看見這個蛋夾 這個水口很明顯之外 其實是插進去 所以其實不太確 是的 二來其實它的水口 都隱藏一下 除非你真的在這些位置 它真的要在這些邊 這樣背水口出來之外 其餘這些白色件 你是不太能夠感受到 它有水口 不過有一點點 因為始終F91那個年代 開始把機動戰士 形化了它 你會看得到它的樣子 其實是小隻狀 是的 我們今天才討論這個 沒有辦法 因為F91應該是 馬沙斯反擊之後的 世代的MX 在馬沙斯反擊之後的 Nio Gundam之後 它們開發了 微型原子錄 將機動戰士壓越小 那時候你別說 你說拿Nio Gundam 是這樣的尺寸 是的 真的相差很久 可以 這一代之後的高達 一直都是明白 你看回V高達 V高達 V高達 不過今次 今次這隻F91 都做回傳統的高達 就是那個深圖倉 我們可以看 是嗎 是啊 這裡 是啊 大家留意一下 它是這樣移動 它是用文化 它是用文化 做法 對 其實裡面 你會看到是一個人 在西方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另外 地台也是一個新的地台 這種新的六個人地台 不過 其實 大家玩都是要小心 我剛才在拍影片的時候 搬來搬去 其實 你可能 你不要亂動 地台的裝 因為其實 你這樣摸一波 它已經開始熟了 它越磨越細 會很鬆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沒什麼大不了 不過就要小心一點 是啊 我們都說了七八八 我們又是時間給分了 好 這次 你先 好 這次我給八分 十分會分 十分會分 十分會分給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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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第一 我不滿意 就是它的手 每個人不同 我喜歡用全可動手 但是它這次用了 是要換件的手 雖然不可動手 會握槍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的確確實很多 但是我個人 我喜歡用全可動手 就是少了些PACS 對 少了些PACS 因為如果你用全可動手 你可以做到很多手勢 但是如果你用這些 非可動手 即是換件的手 你很多姿勢做不到 而且它這次只有四款手 兩個拳頭 和兩個握槍手 連手掌肉也沒有 這次沒有平手 對 所以像你所說 把PACS的PACS 有一個手掌給你 有機會 對 因為我看見 它有四個砲 對 其實我發覺它好像有機會 是預算了 你可以加件下去 對 你看見它是預算多些位置 我看到有些順位 是0轉子 給觀眾看 它這個位置 其實你可以加到 即是剛才我畫過 它的砲 它有空間 它的砲 是可以這樣上下畫的 它這裡這麼大的位置 我發現它就好像 Roger 好像Metal Build 有四支砲 它稍後 再加多一個關節擺在這裡 就是它的位置 它不轉色 它出了House 它不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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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我 其實我跟它差不多 我看它這次的細節 你會發現 開了很多孔位 以前通常都不會穿空 你看到手位 還有部件那裡 它做了很多機位 你如果砌完螢幕後 你做一些滲線 點一些位置上去 那東西的立體感 和精緻度會高很多 那我都會給它百分 你跟人的 那我這個是中國的百分 我認識的百分 我會不同 還有一件要說的 就是其實它這次換了這盞燈 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你一定要上燈 你一定要駁上電台 都好過你 如果你駁那一隻 即是你駁這隻 你不就麻煩 你剝開胸口 開完的東西 又撕不進去 就麻煩了 有人說過 如果用全衡這隻圓燈 你每次剝開胸口 是一定會發見的 你不懂得 沒錯 但這次我們解救 就是 就算我沒有燈 我可以怎樣做呢 很簡單 把背部 這樣剝開 先剝開 先剝開了 然後這盞燈 其實就是這樣燒下去 當如果你不想用燈 的話 我們這裏 它是給你一塊件 它可以在你後面拆開 就是封了一個洞 對 封了一個洞 那你肯定把背部拆開 這樣就可以了 OK 其實這盞燈就是這樣 原理 有一個限制 就是它一定要跟地圖 這樣拆開 譬如我如果不用這個地圖 我用現在Bandai出的 通過MG地圖 燈箱是調整的 不是 用得到 這個損位 是跟它們的大部分 這個大部分 這個尺寸是相當的 是的 但我意思是 因為它這個 沒有得較前較後 沒有的 還有上下 如果你要用那個 燈箱 可以叫薄 但是你會調整的 我覺得這個 也是一個事業界 你有機會跌得到 遲些溫會有 它下一步的開發 有機會是會有 動得到的位置出現 我們看看 是這樣 拆下去 我們現在試驗 如果我們不交背 其實它已經穿了燈 只不過是 因為我本人的物理 可能是擦著手 可能是我 回來 我不明白 為什麼它可以原理到 因為 你們砌的時候 留意 其實它用金色的件 是蓋過了 我不明白它的原理 為什麼它可以 通到洞 通燈 我是不明白 它用膠質導光 之前在明明高達那段時間 它已經做到這個技術 一盞燈在胸口 放大一些燈 在頭上 但它這個真的很出 如果這樣做 是的 這個感覺 好像有些光纖的技術 是的 光纖的技術 是的 我們覺得這次2.0這個 比我們上一次玩 Dipswight來說 這個真的有很大的進步 Dipswight 其實很穩定 可以做得到 但我覺得它這次的誠意 是比Dipswight高很多 但我們還是看外面 肯定是覺得它會有食指泡河的設計 不是 改色的設計 這些東西 正在來的 好了 打了大家的時間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的模型 好的 下次再見 拜拜